代仇 试饰 特别好吃 怎么又是你 是不是在跟踪我 服务员 我不同意品种 请这位女士离开 好吧 女士 真的非常抱歉 好 这是您点的鹅根乳酪沙拉 还有您点的顶级牛小蕾 配德式香肠 你先去忙 哎 你 你好 先生 您的法是羔羊排和炸蘑菇 您的菜上起了 請慢用 謝謝 這位帥氣的小哥哥 我呢是艾森的美食編輯 今天必須要為佳紀文稿 拍照配圖 拜託了 我真的就只拍幾張照片 然後我立刻走 行嗎 不行 是這樣的 其實 我最近失戀了 要是我在失業的話 我要怎麼活呀 行 贏了 拍完趕緊走 太好了 拍幾張照片 編一點情感故事 這就是美食編輯的工作嗎 我也想親口吃啊 您願意嗎 可是用情感故事 來評鑑美食的好壞 既破壞了對美食的尊重 也是對評鑑的不專業 志偉先生 我覺得這還是讀者說了算吧 你這樣寫 把那些專心對待料理的廚師 置於何地 難道沒有情感故事的美食 就不值得傳播和沒有價值嗎 你太小看料理了 這是你的偏見 我有我的專業邏輯 不好意思 女士 對不起對不起 不關你的事 你去吧 好的 拔子相克 你自己吃吧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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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